日前,有媒体拍到李承轩陪着七威现身医院做检查,当时七威衣着宽松,肚子微微隆起,而李承轩手里还拿着一个疑似检查单子的东西,一路护着七威,值得一提的是后续两人上车时,李承轩还发现自己的车子被贴了罚单,也是有点哭笑不得啊。 之后有网友根据七威当时的状态,猜测这两口子可能是有二胎了,没毛病,这个猜测确实是比较可靠的,而说起来,七威能和李承轩走到生二胎的这一步,也是蛮不容易的,要知道当年七威和李承轩是奉子成婚,结婚后很快就生下了女儿Lucky,之后七威本来是想要带着老公走,恩爱夫妻人设, 以及安排李承轩在内与走好爸爸路线的,但是人算不如天算,之后禁韩令,禁止亲子类综艺节目播出的政策突然就下来了,打了七威和李承轩一个措手不及,随着李承轩和Lucky录制的综艺节目的被买,李承轩的事业可以说是彻底走上了低谷期,有一阵子,这两口子当中完全是七威在养家糊口,努力开工赚钱的, 但那鱼圈小花,中花不断崛起,慢慢的七威的事业也走起了下坡路,只能直播带货赚钱了,钱这东西吧,普通夫妻会因为她而吵架,明星夫妻也一样,七威和李承轩就因为这些琐碎事而闹起了别扭,私底下甚至闹过离婚, 也就是去年线韩令稍微松动以后,李承轩争取到了匹克这个资源,火了一把,此后两人的感情才升温回来,现在的李承轩一直在努力争取资源,想要拓宽自己的事业,此一时彼一时,七威看到这样的情况,当然也就和李承轩夫唱附随了如此情境下, 两人要二胎也挺正常的,后续为了带动流量,提升商业价值,两人大概率还会不断秀恩爱呢。